英国懒汉十年不工作 手里拿着70英镑的救济金 知乎太少了 老帕是这一代有名的救济金钉子湖 领了十年 除非他死了 不然每周都会雷打不动地去邮局领取补贴 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 其余的钱都会拿来买酒喝 然后窝在家里等待下个星期的救济金 震惊的是 除了领取救济金 这件私事一厅的房子还不用交房租 因为老帕是低收入人群 所以有租金补贴 好景不长 一则消息的出台让老帕跌入深渊 如果家里有控制的卧室 要开始征收卧室税 一个房间每个月26英镑 此时的老帕已经收到了两笔账单 如果再不交 他将面临驱逐 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 他们似乎并不买账 老帕所在的利物谱 已经超过7万人拖欠租金 都不想交水 这个不到5平米的房间 就是老帕和他的狗睡觉的地方 他之所以不交欠款 原因竟然是他觉得一个卧室要有床 衣柜等用品才能称之为卧室 所以这样收费是不合理的 但老帕似乎对这件事并没有那么在意 一转眼的功夫就去商店买酒和薯片 然后回家和他的朋友看肥皂剧 因为他刚花了一周的补贴 买了一部二手电视 这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光 不得不说 老外的心态太好了 都快被赶出家门了 还能笑着跟你说话 幸运的是 老帕在报纸上看到了空置税的最新方案 房间空间低于6平米的不用交 看到希望的老帕马不停蹄地开始测量他的房间 他的房间没问题 不到5平米 意外的是 整个屋子就他的房间最小 其余房间都大于6平米 面临着高租金的欠款 老帕表示不想办 因为这个房子有几十年的会议 虽然他的父母都见了上帝 但记忆还在 在父母生命最后的十年 他也辞掉了工作陪伴到他们离开 住了35年的房子为何会被强制收回 因为两夫妻住了31厅的房子 空置出来的卧室需要交卧室税 一个房间每个月26英镑 对于每周仅靠140英镑补助金生活的两夫妻来说 生活都成问题 还乃有钱交水 以至于他们搬到了一个单间里面住 老王直呼这里像一个牢房 太小了 以至于他们一直会去上面申诉 争取回到以前的31厅 直到死的那一天 在以前 他们可以跟自己的五个孩子和十个孙子住的很近 现在却搬到了几十公里开外的单间内 一天一见面变成了一周一见面 每次去见他们的孙子 他们都要乘坐90分钟的公共汽车才能到达 有人就会问了 为什么他的孩子不帮他交水 这也是这位老头最后的尊严 他不想靠孩子生活 这是他的原则 永不让步 因为搬家的原因 他的狗也被迫找新的主人收养 因为房子太小 容不下他们了 这样的决定无疑是艰难的 因为他们已经把狗当成孩子对待 除了狗 他们还在以前的房子搭建了鸽子棚 这些鸽子都是老汪养的 现在被迫放生 绝望的是 就在他们搬出去不久 他们就收到了一张来自老房子的账单 欠了750英镑 里面包括卧室税 以及拆除鸟棚的费用 对于他们来说 这无疑是在伤口上撒烟 他们是不会制服的 14个月以来 他们一直在用各种理由申诉 而如今 他们终于换来了一次面对面的申诉机会 你们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眼前这位45岁的小美 因为一个人住着30亿厅 她被迫要浇另外两个空置卧室的水 她已经欠下了几百英镑的水 每周领取补贴已经成为了她的习惯 她觉得很难再出去找工作 因为已经失业四年 话还没说完 小美准备要和她的闺蜜去领救济金 两周领一次 一次140英镑 走路也不忘吐槽卧室税太恶心 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出去找工作 但一旦找了工作 补贴就没了 她不想失去补贴 小美一下子陷入了沉思 为了逃避卧室税的欠款 以及找到一个便宜的单身公寓 小美声称房子里面有不明生物 每次睡觉的时候都感觉自己的身体被人动过 她还向我们生动展示了睡觉的过程 每次一起床 双脚都会朝天 还向我们展示了图片 小美还一正言辞地表示这不是想象 八个月前就已经向有关部门提过 她还向房间四周撒上了盐 来正明晚上有不明生物活动 但最后 小美还是住进了闺蜜的露营车里面 因为她不敢住现在的房子 然而 这些理由是不足以逃避欠款 就在不久后 小美收到了来自法院的信函 让她马上付清账单 并且搬离现在的房子 不然别说租房补贴 失业补贴都会终止 这就意味着 小美即将踏进恶性循环 没有了失业补贴 她哪来的钱来交欠款 多愁善感的小美落下来眼泪 因为她即将要流浪街头